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病症病名 希望大家把龙壁的一个概念要给大家 请大家要掌握 因为这个概念经常会出一个名字解写来考试 什么叫做龙 什么叫做壁 所谓龙壁一般连起来讲的龙壁是这样一个病 它的特点是以小便量少排除困难 甚至小便必在不通为主政的病症 那么在这里面是有两层含义的 第一个是龙 所谓龙是指的小便困难 点滴而出 称为龙 那么壁呢 小便全无 没有小便的 小便不通 那么称为壁 所以呢 龙一般来说 它病死要稍微缓和一点 病情要稍微轻一点 而壁呢 病死更加重 病情也更加重 但是这两种情况这是程度上有差异 实际上本质上是有相同的地方的 所以我们龙和壁呢 是放在一起来讨论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在概念里面要掌握龙壁的整个的概念 以及什么叫做龙 什么叫做壁 所谓的龙壁 它是以小便困难 点滴而出 或者小便 壁帅不通 没有小便 或者说我们 也是用一种引导的记忆的方法 龙壁就是少尿或者无尿 所谓少尿就是以龙为主 无尿 那就是壁为主 历代一家 有很多的论述 第一点请大家记住 内经首先提出病名 我们在有一些严格里面 要请大家掌握有一些疾病的首先的出处 比如说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兄弟这个病名首先出现在哪个书里面的 金贵药类 因为从内经里面虽然也有关心痛的记载 但是正式的病名是在金贵药类里面出现的 那么龙壁的病名首先出现在内经 内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论述 比如说林苏他提出 旁观的周都知观 经业常业企划症的错误 是指它的增长功能 那么讲到病理的时候 他就提出 旁观不立为龙 不立为疑 或者叫旁观病小便壁 三交病是之壁龙 须之疑虑 所以已经有关 龙壁的病名 以及他的一些基本病 他认为病在下降 张忠景在伤寒论里面 在金贵药类里面 他没有龙壁这个病名 但是在所谓有关的灵病和小便 不立的记载当中 有很多龙壁的内容 我们教权上也提到了一大串 这个呢我们也是一般看一看 朱炳元后认提出 肾和膀胱有热 朱炳元后认识龙壁的时候 蒋和林郑有相同的地方 需要大家记住的是第四第五点 在我的幻灯片上的第四第五点 教权上也有 我们前面讲的内经里面的 出处我们也要记住的 这一张片子上第四第五点要记住 千金方有关龙壁 他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内容 但是他在这里面特别提出了一个 叫做导尿术 冲管导尿术 我们知道有的是 龙壁有的情况 它是膀胱当中有小便的 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小便出来 现在也许 用一个导尿术很方便 能导出来了 但这个导尿术在 十四秒就用过了 叫冲管导尿 现在想起来冲管导尿 其实不是很可笑 怎么冲管怎么导尿老师呢 但是有一次我开了一个学术会议 然后学术会议讨论了 正好讨论到一些内科的相关问题 包括教材 包括一些教学大干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新疆的老师 就提到 我们当时都不太能够理解 说宋先生们冲管怎么来导尿呢 我们现在看到小冲大冲 不管怎么样的方法 他都没法导尿 特别是男性 然后新疆的老师就说了 你们可能没看到这样的情况 在新疆就是有一种葱 它比较细 而且这里比较坚硬 如果你把它的心质抽掉 它还有比较厚的一身皮 可以擦到尿道里面去 可以来导尿 当然它现在的话 现在在新疆可能是 也不太用了 但是它这里这种材料 是可以用来导尿的 说明古人可能也是 真正用这个方法来做过导尿 虽然这种方法已经不用了 但是这是可以说 是一个导尿术的一个开端 所以这个请大家记住 那么孙思廟曾经用过导尿术 当时叫做冲冠导尿 而朱丹西他认为有虚实两端 这个我们大家一半理解 重要的是朱丹西提出 用探图的方法来治疗农病 这个就归集到我们现在后来要讲的 在农病里面也是一个重点和难点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疾呼疾盖法 所谓的外治法 他认为有一些病人 小面不通 可以通过自上交探图的方法 来促进上交契机开通了 下交的契机也就通上了 来达到小面通力的目的 这个也是很难能可贵的 由此引申我们后世对 就是说疾呼疾盖来治疗隆壁 来下病上子这样的一些思想 我们就记出来了 锦衣全书和政治会补 有一些观点 我们一批半了解就行了 从讨论范围来说 农病这个病有两大类疾病 第一类是尿处流 就是说是有尿的 那么所谓的尿处流呢 膀胱当中有尿的 譬如说神经性尿病 这个在很多女性生产之后比较多见 或者在某种程度上 说上剧烈的疼痛 它会出现 一般称为神经性尿病 那么这样的治疗呢 现在可能有导尿也可以 还有一种后面 我们教材上面最后要讲到的 叫流水诱导法 当然这是比较古老的 那么有的时候在产房里面 女性生产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 它可能跟麻醉药物也有点关系 可能它就小便不出来 然后就把房间里面 所有的自赖水龙都哗啦啦全部打开 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一下 它能够有小便排出来 因为它里面是有小便的 这是膀胱 颗域有点精软而已 膀胱过于精软 尿道激势 有的大的尿路激势排不出来 尿路肿瘤比较大的 那就小便困难 点滴而错 尿道损伤 尿道狭窄 显然性中生症 还有肌髓炎等等 特别是有些肌髓炎损伤 它导致保尿的 导致小便不能排出来 那么这样一些情况呢 大部分是表现为中 膀胱里面有尿而排不出来 一般称为尿除流 那么含有中就是说无尿症 这个无尿症主要是胜功能不全 这个胜功能不全 包括畸性胜功能不全和慢性胜功能不全 在龙病里面都可以看到 那么在畸性胜功能不全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大部分是一种什么呢 是一种肾小管的损伤 一般来说是一种可逆性的 如果治好之后 它可能就能够全部能够痊愈的 肾脏损伤是不太明显的 有很多很多原因 感染了 修克了 灌足少了等等 那么第二个就是一个慢性胜功能不全 那么慢性胜功能不全 主要的肾小球疾病 以及慢性胜与胜眼引起来的 那么慢性胜功能不全 它可能有淡足血症 血症 尿症症 昨天中间加重 出现没有尿 少尿或者无尿 那么这两种情况呢 都是在某种程度上 都跟我们终于讲的龙臂呢 比较相似 所以可以参照了来进行治疗 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讨论范围 下面我们说一下病因病肌 病因病肌呢 我们按照教材的视频是第一个讲的外血倾斜 那么外血倾斜呢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说一下 外血倾斜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多见呢 实际上是邪热伤肺 肺热气痴 或者肺热气痣 这痣是说阻塞的很厉害的情况 那么一般来说是在瘟热病的过程当中 瘟热泛肺 导致肺不能够输降 不能输降之后就不能够通调水道 或者说肺少精脏 肺的精益受伤了不能通调水道 病能出现少尿 或者无尿 这个跟西医的有一些传染病的过程当中 可能发生的情况比较相似 比如说有一个最最典型的疾病 叫做流行性出血热 大家传染病可能还没讲过 讲过了 这个病也可能知道了 流行性出血热是感染流行性出血热病毒而引起的 它的传播的媒介是什么东西啊 老鼠 是技术一种 那么现在这个病已经发生的比较少一点了 原来在我们江苏省的东海地区发病是高的 在我们南京这个大范围的南京的高层发病是在比较高的 在东北地区方面也比较高的 流行性出血热现在又叫中医叫做一般热 这个名字是我们学校挤出来而被认可的 因为流行出血热在我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学校的周中英教授带了一批团队搞流行出血热 当时的流行出血热发病比较高 病史率也比较高的 进行了大量的联集 挤出了很多理论上的问题和实用的方法 他认为它是一般热 因为我们知道流行出血热它有流行出血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低血压高血压期 低血压期盛生期有出血期等等 有低血压休克 那么周老先生他就认为流行出血热 他发病的时候就可能 按照未起因学来传遍 就可能开始变为就是气营良病 或者气血良病 因此他提出了清气良营等等 这样一些治疗的方法 或者治疗的法治以及治疗的一些药物 那么取得很好的效果 这个曾经得到过卫生部的科技进步一等奖 那么说明实际上是在我们学校科研里面 在比较早的时间已经算是一个比较辉煌的成绩 那么从这一点来想实际上在这个激性病的发病的过程当中 他表现一个什么呢 他表现在某种情况之下出现激性的肾功能不全 出现无尿或者少尿 所以跟我们现在讲的外感肺 外感温热止血 温热泛肺 然后导致肺气 与臂肺气阻刺 肺热阻刺 然后出现了不能通调随道 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是一个 表现出是一个无尿症 是肾功能不全的表现 第二个我们教材上讲到饮食不济 那么饮食不济 饮食偏适呢 往往产生一种湿热 湿热运肌 湿热运肌 辛辣 酒热 肝肥 后胃 或者是其他的饮食不当制产生湿热 湿热中毒 湿热中毒是在中胶 然后流注到下胶 下胶也有湿热 湿热运肌 膀胱气化不理 那么也可以产生龙壁 当然有的时候还可以产生临阵 但是在一种情况也能产生龙壁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一般来说 它是一种尿逐流会比较多一点 实际上膀胱当中实际有尿的 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慢性生功能不全的一个诱因 饮食因素又加重了 那么也可能发生 第三个我们所教材上讲的禽质内伤 那么其禽内伤 肝于气质 这个病因相对来说是一种神经性膀胱 或者说神经性尿壁 那么往往又是肝于气质之后 或者是过于恼怒 或者是某些情况之下绝对疼痛 导致肝气的阻刺气化不能够到的膀胱 膀胱气化不利 才出现龙壁 那么所以这个呢 我们说一般来说是一个功能性的疾病 或者说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是一个肾功能不全 而产生龙壁的一个诱发因素 我们刚才讲过的女性产后 或者手术之后 或者一些其他的停滞原因 导致肝气于此 气质壁阻不通 膀胱气化也不利了 教材上讲到的第四个病因 足欲内庭 这个足欲内庭呢 我们看一下教材 所谓的叫做瘀血败经 阻止了尿道 或者是大量的肿块和基石 那么有的时候 它一些尿流都不通畅 或者说尿道又出血之后 那么出血呢 没有完全排掉 就阻止在尿道了 或者是尿流里面长了一个肿瘤 这种机械性的梗阻 或者是尿流于基石 这个性是比较大 比较大 阻在尿流里面排不出来 那么导致什么呢 导致这个尿流就不通畅了 这个称为叫做足欲内庭 尿流阻射 往往是指有形的磁血梗阻 或者说中西来说 这是一种机械性的梗阻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它是出现的是尿除流为主 但是小便排不出来 也是很危急的 有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尿除流 是旁观有尿的 但是排不出来 和顺功能不全的 那个无尿症 在某些情况之下 微重程度差不多的 并不是说你旁观里面有尿 那你这样能想办法把它排出来就行了 有的时候梗阻就是排不出来 甚至要做一些手术来治疗 这个也是比脚接手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劳卷久病急胜亏虚 这是第五方面的原因 这个原因绝大部分是针对肾功能不全而圆的 这里面实际上有这么几块内容 第一块内容呢 是年老体虚 年老体虚来说 现在可能有一部分病人 它是慢慢的肾功能有减退 而导致的一个疾病 或者也是肾功能不全的一种表现的锐形 也有的一部分病人 它是一个前列腺增生 年老体虚 导致疲伸两虚 那么气化无权 轻其不生等等 第二块内容可能是劳卷而引起的 劳卷太过 这个劳卷就包括了体劳 或者是防劳太过 疲伸两伤 疲伸亏虚之后 气化无权 第三块内容就是酒病 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水肿 或者灵症等等 这样一些疾病 导致疲伸逐渐渐亏虚 水多逐渐逐渐处留在体内 气化功能不好 小便排不出来 出现龙病 所以在我们讲的劳卷酒病 皮肾亏虚 这样一个栏目当中 实际上不好有这么三种情况 而最最严重的应该是病后 酒病之后导致皮肾的亏虚 出现皮不能生轻 那么肾不能增化 水液运化是肠 没有小便 所以从他的病因来说 有这么五个方面 那么龙病虽然有这么五个方面的病因 但是他的病肌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一个病未在肾于膀胱 主要病肌是膀胱气化功能不利 是 这一点跟我们讲的灵症有相同的地方 病变的部位呢 主要是在膀胱和肾 膀胱是主管小便的 是在储流和排泄的 那么而这个作用呢 又是靠肾来支配的 所以他的基本的病疾是膀胱气化不利 最最主要的病位 是在肾和膀胱 但是龙病实际上 又是一个影响全身的疾病 除了肾和膀胱有关系之外 还随即到肺 脾 肾 肾 或者是三胶 因为三胶 我们内经里面去过的三胶 它叫做水谷的通道也 它是水过水是运行的一个通道 所以三胶气化不利 那么是导致水移代行失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或者是主要的原因 但是三胶这个胀气是什么东西 我们讲不清楚 有很多很多无数种的说法 非常多的说法 我们目前倾向于的是按部位来分 那么三胶上中下三胶 我们就把它理解成为在上中下三胶 所包含的脏气的 主要的脏气和它的功能 来理解 那么这样呢 大家容易理解一下 所以三胶的气化功能 是常在我龙壁里面 那么主要的就是第一个 上胶就是跟肺有关系 肺是通胶水道 肺是通胶水道 中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外感 外感之后温热泛肺导致肺热 经伤或者是导致肺热酥降功能是常 不能够通胶水道 中胶那么主要是肺 肺不能够生清降足 不能够转出水移 由于饮食因素或者酒病因素 或者牢卷等等 不能够生清降足 然后不能够转出水 也不能够运化水色 导致水色处流